給我三分鐘 你也可以成為保險專家 歡迎來到寶恩的三分鐘保險教室 這集的三分鐘保險教室 我們就利用很短的時間 來跟大家解說一下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 你所必須知道的三件事 第一件事 為什麼受害人可以直接向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的 保險公司求償 因為在一般的任意責任險裡面 被保險人其實是造勢者 也就是應該要付賠償責任的那個人 那這個時候受害人 他一定只能夠先向造勢者求償 一直到責任確定之後 他才能夠拿到賠償金 所謂的責任確定 包括法院的判決確定 可以和解契約成立 或者是呢 由調解委員會調解成立 但是如果沒有這些 已經確定責任的情形的話呢 那麼受害人他只好 繼續透過求償 繼續透過談判 或繼續透過打官司的方式 來解決問題 可是呢 以打官司來講 通常等到判決確定 也都差不多過了一到兩年了 這個時候受害人早就身心俱疲 或者是經濟陷入混沌了 哪還有心力來求償 而且這個時候 就算有求償到的話 也已經緩不計及 沒有辦法去解決他治療的需求 或去解決他經濟上的燃眉之極了 在20年前的時候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立法通過 他的目的呢 就是希望能夠讓 車禍的受害人 迅速的獲得一筆基本的保障 他能夠去醫病 或者是給受害人的家屬 一筆基本的補償 我們的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 就規定說 車禍的受害人 或者是受害人的家屬 縱然是在造勢者沒有故意或過失的情況底下呢 也可以向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的保險公司來求償 那這個條文規定就有兩個重點了 第一個重點是 不需要去證明造勢者他有故意或者是有疏失 只要一有車禍發生 有人受傷或有人死亡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的保險公司 馬上就會賠 第二個是 這個法條 賦予了車禍的受害人 一個直接可以向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的保險公司 請求理賠的權利 這樣子的規定 其實縮短了整個求償的流程 讓受害人可以迅速的取得一個基本的保障 來安定他的經濟上的需求 第二件事呢 我要談談強制汽車責任保險 到底有哪一些的給付的項目 那麼可以求償的金額呢 大概是多少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 受害人可以請求的保險金 有三種 第一種呢 叫做死亡給付 這個部分呢 因為受害人已經死亡 當然是由受害人的家屬來求償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給付標準 裡面有規定 這個死亡保險金 就是新台幣200萬元的固定金額 只要受害人死亡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公司 就給付200萬 第二種呢 是醫療費用的部分 那關於醫療費用的部分呢 是採取十支十付 受害人可以憑著醫療的單據 只要在不超過20萬元的額度內 都可以直接向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的保險公司來求償 那麼第三種叫做失能給付 這裡的失能給付跟意外險的失能給付不一樣 意外險的失能給付呢 是分11個等級 但是我們強制汽車責任險的失能給付呢 是分成15個等級 那麼依據這個失能程度等級的高低 被害人可以向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的保險公司 求償5萬元到200萬元不等的 失能保險金 那麼第三件事情是 到底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的保險金額 有沒有包括在跟車禍加害人求償的和解金額裡面 其實這兩件事情是沒有關係的 也就是說受害人 你跟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的保險公司求償而取得保險金之後 你還是可以繼續跟車禍的加害人談和解 因為如果是人已經死掉的話 或者是人根本就造成終身不能工作 那200萬元說實在這個金額是太小了 所以說你還是另外可以跟車禍的加害人談和解 但是請記得 如果最後和解有談定的話 你一定要在和解契約裡面筑記說 和解的金額不包括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的保險金 這樣子的話最後的和解金額出來的時候 才不會被扣掉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的保險金 這樣子你聽懂了嗎 好我們的三分鐘保險教室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